8月7日,在广东省东莞市一位老人,和一名中年女子,被双双带进了派出所。 其中原因疑似是因为双方交易没有谈拢,结果老人强行干了不该干的事情,这才闹到了警察局。据悉,在8月3日的晚上,年过六旬的老大爷深某,利用某聊天平台,约了一名中年妇女来到了酒店,结果办到了派出所。 大家也别太奇怪,这身大爷虽然今年已经62岁,但他的思想仍然像个老顽童,不仅没有去和别的老人去打太极,打麻将等等,还十分时髦地玩起了网络游戏,经常在网上和人吃鸡。 而且还不止如此,他还十分会享受,他的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,儿子儿媳又在外地不经常回来看他,可是他却十分地喜欢独自一个人没人管的生活,还非常会享受经常去喜遇中心,然后就用聊天平台加各种美女做好友。 就在前不久,深某嫁了一个很是漂亮的女子,虽然对方已经步入中年,可是却风韵有存,这让深某非常的开心,期间还经常和他聊天,而由于深某的聊天方式就和年轻人差不多,很容易就捕获了对方的芳心。 于是成功在事发当天把女子约到了酒店,而后两个人就谈起了交易,可是深某对价钱不满意,想女子给他个半价优惠,而女子不愿意,接着两人发生了口角,最后深某竟然强迫对方和自己做交易。 事后,女子报警,警察将两名涉事人都带去了警察局,了解情况后,两人都被拘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